这期影片会告诉大家一个CAMMA的使用技巧 就是给CAMMA里面的文字加入颜色界面的效果 我会教大家两种方法 任何的字体 任何国家的文字都能够使用这个技巧 去给文字加入一个颜色界面的效果 上去来的CAMMA首先我需要创建一个画布 这里我建议大家尽量创建一个大的画布 这样怎么导出文件之后就会有更高清晰度 所以来到右边选择界定设计 这里选择自定尺寸 这里的高度和宽度都选择三线像素 选建立新设计 然后我们就可以加入文字 选择左边文字 选择新增标题 这里输入你想要的文本 如果输入个人品牌四个字 我可以换个字体 选择左上角 这里可以选择你想要的字体 例如我选择这个字体 然后可以调整文字的大小 然后我们就可以加入颜色界面 可以在元素的搜索栏点搜索规点 这里就有很多颜色界面的形式 例如说第一个就是从有颜色到透明的界面 第二个就是两种颜色的渐变 第三个还是有颜色到透明的渐变 然后这个就是它的三种颜色渐变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选择不一样的渐变模式 例如说我可以选择Canva渐变的颜色 我可以在元素里面搜索Canva 选择Canva的标志 我们可以看到Canva颜色渐变会有三种颜色 所以可以选择这个复制样式 复制到这里 就完整的出现Canva三种颜色渐变 然后把这颜色渐变成我的背景 大家可以通过调整这个画布的大小 来调节颜色的比例 例如说想在右边的蓝色更多一点 我可以把这画布变大 这样我蓝色的区域就会变得更多 然后再添加我们的文字 把这文字复制到底下 把这文字变白色 接下来需要调整它的透明度 把它变成42% 然后我们就可以选择导出 选择右上角分享 选择下载 选择第二页 这里面我们不选择透明背景 因为我们就需要它的背景 然后选择完成 选择下载 甚至导入了刚才的文件 把它图录到画面里面 可以调整它的大小 只保留文字的部分 然后我们需要选择去除掉它的背景 选择编辑影像 选择背景出工具 甚至可以看到 这个背景基本上被去除掉了 但是还有一些残留 可以选择这里清楚 这一把放大 你可以调整一下笔刷大小 在清除好之后 选择左上角文前 这边选择套用 如果你想再去除干净一点 可以再选择背景出工具 现在是完全去除掉了所有的背景 我们选择套用 接下来还是选择边境一下 选择颜色的条件 选择长安全布 这里给它加入一些亮度 加入对比度 填加饱和度 然后给它加入一些明亮 现在可以看出 我的颜色的界面效果就非常明显了 这里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想要使用背景出工具 你需要升级到Keyo Pro才能够使用 大家可以通过平纯链接 去每位选用30线的Keyo Pro 就能够使用这个工具 接下来教大家另外一种方法 我可以添加一个文字 这里有输入英文 我可以更改一个字体 例如说我选择这个字体 然后加入一个界面的背景 选择元素 还是输入规点 选择照片 这里就有很多界面颜色的照片背景 例如说我选择这样的照片 把我的文字变白色 然后调整一下文字透明度 还是42% 接着导出这个图片 选择分享 下载 选择第四页 不使用透明背景 选择完成 选择下载 先把这个文件突入到画面里面 截取不需要的部分 然后使用背景出工具 选择编辑影像 背景出工具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Keyo Pro很好的帮助我 去除掉了所有的背景 我选择套用 然后需要做出颜色调整 选择下全部 给它添加一些亮度 添加对比度 添加饱厚度 添加一些明亮 这样也能够帮助我们给文字 加入一个界面的效果 希望这个技巧能够帮助大家 通过Keyo Pro给文字 加入一个颜色界面的效果 大家可以通过背景区链接 却免费试用 30天的Keyo Pro 就能够使用背景出工具 我想了解 更多关于Keyo Pro教程 可以去抗测播放列表 我也觉得影片对你有帮助 欢迎点赞 我想了解 更多关于Keyo Pro内容 欢迎对我频道 我想更多的互动 可以关注IG 在底下聊选 也能找到很多 金票使用工具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